是穆家大公子穆京云来了 他不是叶勋儿的大舅舅吗 看来是位自家外甥女出头来了 总院长啊 穆公子啊 穆公子有任务在身 途经此处来神玄看一看 齐儿与舅舅真是心有灵犀 昨日才想舅舅 今天就能见到 舅舅 我想吃刘婶做的桂花糕了 叶勋儿身为玄机大师姐 为寻思不顾上百位新弟子的五道前途与信物 请大长老 宋院长 惩处叶勋儿 叶楚院 失财我已经说过了 是你故意隐乱传承之气 害我不受控制 才将气力爆发出来的 归根究底 是你自己不当心才对 我尚未追究你的过错 你倒是倒打一耙 真不愧是圣玉殿下的未婚妻 我真是树大好撑腰 你当其他人都跟你一样没脑子 听闻阁下是叶小姐的舅舅 亦是北周幕府的大公子 如若穆公子不愿看到自家亲人受罚 我便不再追究叶小姐的过错 毕竟 曾有立师强者说道 世间规矩居如浮云 唯有成王败寇 弱肉强食 以北周幕府的浑厚底蕴与根基 想要保下亲人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舅舅 叶姑娘 听说你小小年纪 就已是宝国安眠的英雄了 英雄说不上 一些俗人罢了 沐公子抬举了 不骄不躁 沉稳自如 却无事故原话 还有着坚定不移的守则 这小丫头啊 年纪不大 却又风骨气魄 来日定能踏足外人之上 小姐 幕府中教导无方 以至于叶勋而成强其弱 险些害了诸位的前途 身为幕府长辈 我理当在这里 给诸位赔个不是 叶勋二年纪尚小 又有个蛇仙般的母亲 误入歧途是难免的事 我想多加乘处管教 他必能加以改正的 感谢观看 全年纪尚小 有点小道理 可乃